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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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原故何一郎的指挥下 朝上高地区来势汹汹 罗卓英设下三道防线 布下一个口袋阵严阵以来 第一道防线由第七十军驻守 第二道防线由第四十九军驻守 第三道防线由第七十四军驻守 罗卓英的计划是 由第一第二防线逐次抵抗 对日军层层消耗 其主要目的在于右敌身 将日军吸引至上高附近 然后集中三线兵力将日军包围歼灭 三月十五日上高战役打响 北陆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当天便占领奉兴 随后抵达关菜山附近 南陆日军第二次混成与西渡改变 两天后占领取江独处 中陆日军是进攻的主力 于三月十六日 沿湘弹公路向高安方向进攻 当天便占领莲花山 十七日中国守军主动放弃高安 十八日第三十四师团呼破高安后占领 原本刚开战的前三天 三陆日军齐头并进 中国军队节节败退 日军开始骄傲自谋 一路上口号喊着震天心 认为十九集团军不堪一击 北陆日军更是一路追着第七十军 但让日军没想到的是 败退的七十军突然回身反攻 与七十二军一起将三十三师团四面包围 激战两天三十三师团伤亡两千多人后 立马撂挑的跑回了红星 至此中陆日军失去了北陆日军的配 而南陆日军也遭到 中国军队五十七十五十一师顽强抵抗 一时间停滞不前 主攻的中陆日军不顾南北两路日军败退的事实 继续向中国军队第三道防线猛攻 此时负责第三道防线的七十四军刚加入战产 士气正胜并已弹熬 只要七十四军能够守住防径 待两翼完成包围后 中陆日军就是插翅也难打 王有我 好 并领你们七十四军守住高安上高一线 粉碎日冲第十一军的进攻 然后在友军的配合下围歼此敌 王军长 这次战役设想能否实现 关键就看你们七十四军打得如何 我相信你们会无愧于五分军的成功 属下定让日冲有来无回 三月二十二日 日军在三十多架飞机的掩护下 向七十四军主阵地连续猛攻 二十三日数道防线被日军通过 七十四军退守夏皮桥等一线阵地 这也是最后的阵地 上高战役又敌深入的策略基本完成 但此战能不能守 关键在于七十四军能不能守住最后的阵地 为第一第二道防线的第四十九军和第七十军的合为赢得时间 中陆日军指挥官大鹤帽 早就想和七十四军一较高下 日军很快对云头山 夏皮桥 白毛山猛攻 日军 夏皮桥的计划就是拿下白毛山猛 不管是只取上高城还是独野 他们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夏皮桥成为决定上高战役胜负的关系 在日军的猛攻下 驻守夏皮桥的一百七十二团伤亡惨重 全团只剩下不到两百人 团长鸣灿壮烈牺牲 在夏皮桥陷入敌手 五十八师副师长张灵子 率部拼死挪回阵地 日军再次在数十架飞机的掩护下 向夏坡桥等阵地发起无谓冲 战士们数次与日军肉骨 伤亡惨重 夏皮桥先后三次议 七十四军不愧是王牌军 硬是为有军的包围争取的世界 面对中国军队已经形成了可态者 日军终于认清现实 指挥官大鹤帽走起向原部合夜移去 原部合一郎立即派出部队接应 大鹤帽拼命突围 罗卓英则指挥部队权限出击一路猛追 最终成功收复失地 直至日军大步败回南长 上高战役中国军队取得大手 击毙日军少将延远 大狗冰田 以及消灭日军一万五千余人 缴 缴获大批日军物资 而国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伤亡一万七千多人 失踪两千多人 此战日军第三十三师团遭遇重创 第三十四师团及第二十混成女士 伤亡也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 此战被军委会探务总长和应青称为 抗战以来最精彩的遗争 七十四军最终被校长授予飞火器嘉奖 此战过后日军指挥官原部合一郎被撤离 狂热战争分子阿南为己伤亡 第二次长沙会战拉开虚 旅行会战でワーグンを包囲したのは どんな二個軍ですか? それから中国第74代大中軍です シナ第九戦区における最強の二個軍ですね ならばまずこの二個軍を潰すことから始めます はい!